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牛皮的夫妻俩 只见他们用家里喝完了的啤酒瓶 经过稍加改造 就能制作出精美又实用的家具 村里人看见后 个个都花高价 请他们到家制作 看到最后我才明白 什么叫做高手在民间 此时 美女将三根PVC管 插在轮胎中间的水泥沙浆里面 并用绳子将三根水管捆绑好 然后往水管里面倒满水泥沙浆 全部倒满之后 再在下面的水泥沙浆上面 铺上一层漂亮的鹅板石 接着她又在一个大轮胎里面倒入合沙 与此同时用手压平 直至将合沙填到一半的高度 紧接着往里面倒入水泥沙浆 倒满之后 放上一个塑料椅子的靠背 并在水泥沙浆上面 铺设一层鹅卵石 随后她又在一个脸盆里面 倒入了二分之一的水泥沙浆 并用铲子刮瓶 然后围绕脸盆 插入一些啤酒瓶 接着又在另一个脸盆里面 倒入合沙 倒满之后用手压平 紧接着用一节PVC管插在里面 制作出四个圆孔 四个圆孔制作好之后 就可以往里面倒入水泥沙浆 接下来就是等其硬化 硬化好之后 把之前的插好啤酒瓶的脸盆翻过来 并把中间孔洞多余的水泥清理干净 然后再用水泥沙浆 将啤酒瓶与啤酒瓶之间的缝隙填补起来 使其形成一个盆子的造型 接着美女媳妇又在一个小的轮胎里面 摆满一圈啤酒瓶并在每一个瓶子里面装满水 装满水的原因是 防止接下来往里面倒入水泥沙浆时飘起来 紧接着将另外一个硬化好的脸盆翻过来 并清理掉合沙 看到这里的朋友 猜猜这个美女是制作的一个什么呢 随后两夫妻将硬化好装油水的啤酒瓶倒掉 同时清理干净周围的毛边 然后将其搬到之前树立的三根PVC管上面 而放有靠背的轮胎下面也要把河沙清理干净 接着将其放到另外一个轮胎上面 到这里整个的家具基本上就制作完成了 为了使其更加美观 美女媳妇还把桌子和凳子的表面涂上了漂亮的油漆 最后把两个脸盆制作的组件组合起来 中间放入泥土 种上绿植 到这里 利用一些啤酒瓶打造的家具 就大功告成了 有没有惊艳到你 是不是非常的有创意 没人要的啤酒瓶居然被夫妻俩打造成结实耐用的桌子和花盆 村里人表示都喜欢这样结实漂亮的家具 这下夫妻俩赚大发了 你觉得夫妻俩的手艺和创意如何 满分十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呢